欢迎来到爱上听书,祝大家听书愉快。 在他人犯错时,我们最好不要过分责骂他人。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世人都会犯错,比如我们的下属、孩子等等,此时就需要我们批评指正他们的行为。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呢?我们先来看下面一个故事。 约翰·卡尔文·克利芝在1923年成为美国总统,他有一位漂亮的女秘书。 不过,他人虽然长得很好,但工作中却常常因粗心而出错。 有一天早晨,克里芝看见这位秘书走进办公室,便对他说,今天你穿的这身衣服真是漂亮,正适合你这样漂亮的小姐。 这句话出自克里芝总统口中,简直让女秘书受宠若惊。 克里芝接着说,但是也不要骄傲,我相信你同样能把公文处理得像你人一样漂亮。 果然,从那天起,女秘书在处理公文时,就很少出错了。 一位朋友知道了这件事后,便问克里芝,这个方法很妙啊,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克里芝得意洋洋地说,这很简单,你看见过理发师给人刮胡子吗? 他要先给人涂些肥皂水。 为什么?就是为了刮起来,使人不觉得疼啊。 这就是著名的肥皂水效应。 这一定理告诉人们,在批评别人时,要采取正确而巧妙的方式,以减少批评的负面效应,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批评的目的。 将批评夹在赞美中,减少批评的负面效应,使被批评者愉快地接受对自己的批评,以赞美的形式,巧妙地取代批评, 以看似曲折的方式,达到直接的目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自尊心的,直接了当地当众批评,责备他人,或许会引起对方的强烈反驳,找到一些理由来为自己辩护。 或许会以沉默相对,口服心不服,并从此积怨在心。 所以心理学家们都说,不要当众斥责人,这是很有道理的。 批评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这并不排斥,应该让被批评者发出欢快的笑声。 委婉含蓄,点到为止,使对方心领神会,能让被批评者在轻松、活泼、愉快的笑声中接受批评教育,认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这是开展批评的有效方法。 这里有几点小建议,一是不要在众人面前批评。 被批评是一种他人对自己的否定,因此没有人喜欢被批评。 这种否定,越是被第三者看到或者听到,被批评者越是无法接受。 因此,从被批评者的面子角度考虑,我们要尽可能避免第三者在场,不要把门打开着,更不要生怕没有人听见你正在批评人似的。 二是,吻后再踢。 先称赞对方,会帮助你与被批评者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样,即使你对对方进行批评,他也能感受到,你的批评是为了帮助他改正缺点,是一种帮助。 而如果你尚未开始批评,脸横眉冷对,破口大骂,对方会立即产生一种反抗心理,绝对不会倾听别人的意见。 称赞能使对方兴奋,也能使你发现对方的许多优点。 然后你再批评他时,他必然会欣然接受,因为称赞能够打开对方的心扉。 三是,对人不对事,人无完人,谁都会犯错误,犯错并不代表这个人如何。 错的只是行为本身,一定要记住,永远不要批评人。 因此,批评是,一定要针对事情本身,而不是针对人,更不能贬低对方的人格。 四是,为对方提供明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任何批评,如果只是为了批评,那么便是没有效用的。 令人心服口服的批评,也必当是建立在指点迷津的基础上的。 你要告诉对方,错在哪里,该如何改正,一定要让他明白, 你不是想追究谁的责任,只是想解决问题,而且你有能力解决。 五是,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 在批评结束的时候,如果对方还心有不甘,或者心生怒意, 那么这样的批评就是不成功的。 因此,不要在事情还没有解决之前,就搁置下来。 应该在有了结论之后,即刻结束批评。 面谈结束时,必须好好安慰对方,因为留给对方的最后印象非常重要, 要让他感觉到安慰,而不是责骂,才能受到较好的效果。 我们可以说,你的批评是否是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批评的度的把握。 没有人喜欢被批评,我要相信文过则喜。 如果你一味地指责别人,或者简单地说明你的看法, 你会发现,除了别人的厌恶和不满之外,你将一无所获。 然而,如果你能够让对方感觉到,你是来解决问题并纠正错误的, 而不是仅仅来发泄你的不满,你将会获得成功。 尼采在曙光中说,一个人总是在扮演支配者和被支配者这两种角色, 人生不能总担任被人支配的角色,为此我们就要学会支配。 尼采这句话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人如果不支配他人, 就要被他人支配,也就是说,我们只有用支配来反抗被支配, 任何人只有破除对他人的依赖、顺从,才能找到自我、活出自我。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记住一点,人生只属于自己, 一味遵循他人的思想,不敢面对真理是懦弱的表现。 这样的人生是悲哀的,我们应该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人, 走自己的路,走出自己的风格,走出自己的个性。 我们的人生才会是独特的,才会是精彩的。 公元前2009年,也就是秦二世当皇帝的那一年, 秦政府蒸发贫苦农民900人去渝阳戍边, 陈胜和吴广被指定为这支队伍的囤长。 这支数族队伍途经济县大则乡时,遇到大雨不能前进, 按照秦朝法律,数族不按期报道,就要被斩首。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 陈胜吴广商议,与其去渝阳送死,不如就地即刻起义。 为了发动群众增强起义的号召力, 他们暗暗地在博书上写上陈胜王这三个字, 藏在鱼肚子里面。 等到数族剖开渝阜时,发现了这一博书, 陈胜又找人在深夜到附近树林中模仿狐狸的声音, 高呼,大楚星,陈胜王。 这样,用这种渝复丹书,篝火狐明的方式, 证明起义符合天意, 说明陈胜已不再是贫农,而是他们的天子。 起义的准备工作就绪之后, 利用押送他们的两个秦卫, 酒后行凶打人之机,杀了他们。 斩目为兵,揭竿为棋,发动数族起义。 以大楚为号,陈胜自立为将军, 吴广为都尉,点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 打折乡起义成功之后, 农民军迅速攻下季县, 然后兵分两路向东西两面发展, 一路由葛英率领向东, 另一路主力队伍由陈胜率领向季县挺进。 其义军所到之处, 被压迫的农民纷纷前来投奔, 很快壮大为拥有兵车六七百城, 战马千余匹,战士几万人的队伍, 之后又集中兵力攻下秦的交通要道。 陈胜在此召集各方人事会议, 上讨反秦大计, 确立了伐无道,诸抱秦的口号, 并正式建立了农民政权, 国号张楚, 陈胜称王。 陈胜吴广, 为什么要率领秦末农民斩目为兵, 揭竿为旗呢? 因为有压迫就有反抗, 要想获得自由和人权, 就一定要反对暴政。 我们都知道, 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对一个事物都应该有一个主观的看法和评价, 以为顺从别人的看法, 你将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路。 然而, 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 他们已经习惯了听从他人的意见, 甚至缺乏判断力和选择的能力, 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获得别人的尊重, 又怎么可能独当一面呢? 曾有人说, 生活中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别人, 而在于自己, 不在乎自己没有想法, 而在于总是依赖别人。 依赖足以抹杀一个人前进的雄心和勇气, 阻止自己用努力去换取成功的快乐, 依赖会让自己日复一日的志足不前, 以致一生碌碌无为。 过度依赖会使自己丧失独立的权利, 它是给自己的未来挖下的失败陷阱。 一个人活着就必须要活出自我, 就要学会支配自己的大脑, 就要有自己的主张, 这样才能维持一个人的格调。 总之,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 要有自己的原则。 当你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时候, 没必要为了讨好别人而去迎合别人, 也没必要, 因为害怕得罪人而对别人的要求来者不拒。 如果你是个没有主见的人, 那么你就要做出一些改变。 首先, 学会表达自己的意见,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 你都应该主动站起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比如在工作中, 当上级征询意见时, 你不应该畏首畏尾, 而应该大胆地站起来说出自己的看法。 即使你的回答不一定对, 但至少你获得了一个锻炼的机会。 再比如, 对于家庭中出现的某些问题, 你也可以参与到和家人的讨论中, 也许你的想法能够帮助到他们。 这第二呢, 是要学会表达自己的需要。 对于你内心的想法, 你要学会告诉周围的人, 否则他们便会左右你的想法和观点。 最后, 是要敢于否定他人。 独立思考, 是否定他人提出不同意见的前提。 反过来, 做到后者, 你也会逐渐学会独立思考。 当然, 你还要记住的是, 敢于说不, 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 因为这并不是真正的自主。 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人, 不仅要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要尊重他人的想法。 你才说, 有些人作恶的原因, 是因为憎恨自己, 恶是最终伤害和惩罚的都是自己, 所以那些恶人才会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们不能盲目地认为, 恶人是自作自受, 使其放任自留, 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努力地爱自己。 尼采这句话的含义是, 恶人通常以为作恶伤害的是别人, 愉悦的是自己。 其实啊, 坏事最终伤害的是自己, 因为任何恶事最后都会受到惩罚,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因此, 我们可以说, 如果你想爱自己的话, 就要多做善事, 不为恶。 然而可悲的是, 生活中,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做坏事的人, 到最后的时候, 他们才幡然醒悟, 明白过来, 伤害他人, 其实是自我毁灭。 遗憾的是, 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 人是这个世界上情感最复杂的动物, 那些为恶的人之所以为恶, 多半是因为仇恨、贪婪等一些负面情绪, 而这些情绪的产生, 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 爱自己的正确的方式。 在清代的民间, 人们常说, 和珅跌倒, 嘉庆赤暴。 和珅之所以为千夫所指, 可以说, 就是因为他不够爱自己。 和珅最初为官时, 异信报效国家, 与朝中的清官, 异齐、打击、 福安康、 福长康等贪污官员。 二十六岁时就任管库大臣, 管理部库, 他从这份工作中学习到如何理财, 他认真的管理部库, 使部的存量大增, 很快得到乾隆的赏识。 乾隆四十年, 和珅被提拔为乾清门御前侍卫, 兼副都统, 随后再升为御前侍卫, 并收郑兰旗副都统。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 守护部侍郎, 三月守军机大臣, 四月守总管内务府大臣。 这两年间, 和珅清廉为官, 勤奋好学, 成为一名有为的青年。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 海宁揭发大学士, 兼云贵总督李世瑶涉嫌贪污。 乾隆下旨, 命刑部侍郎喀宁阿, 和珅和乾佩, 远赴云南查办李世瑶。 起初毫无进展, 后来和珅拘审李世瑶的管家赵一恒, 对赵一恒严刑逼供, 赵一恒起初还拼死抗争, 拒不招任。 后来终于熬不过, 把李世瑶的所作所为向和珅做了交代。 和珅有了坚实的证据, 心里就有了底, 踏实下来, 他把赵一恒交代的事项笔录下来。 又命人招来了李世瑶属下的大官员, 当着他们的面宣告了赵一恒的供述。 那些原来忠于李世瑶的官员, 见和珅已掌握了证据, 于是纷纷出面, 指控李世瑶的种种罪行。 就连那些曾向李世瑶行贿的官员, 也申明自己是迫于李世瑶的淫威, 被迫行贿的。 和珅取得了十句, 迫使精明强干的李世瑶, 不得不低头认罪, 而和珅也因此被提升为互不上述。 李世瑶案审结以后, 李世瑶被判斩奸侯。 李世瑶及其党羽的一大份财产, 被和珅私吞, 再加上乾隆的赏赐, 和珅终于出场掌握大财的滋味。 后来长子封身殷德, 被乾隆指为十公主俄妇, 领受乾隆赏赐的黄金、古董等。 百官争相巴结, 和珅起初并不受贿赂, 但日子一长他开始贪污。 他广接党羽, 形成一大股势力, 更配置集团以迫害政敌, 地方势力和老百姓。 他俨然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 大贪污集团, 而和珅就立在金字塔的顶端。 嘉庆登基之后, 曾列出和珅二十条罪状, 最终和珅被嘉庆皇帝赐死。 乾隆年间, 和珅为皇上宠信至极, 官节之高, 管事之广, 兼职之多, 权势之大, 清朝罕有。 但这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 最终落了个狱中自尽, 并遗臭万年的凄惨结局。 而我们不难发现, 为官之初的和珅, 原本是个清廉之人, 但李诗瑶案之后, 他尝到了金钱的滋味, 才一失足, 最终呈坚固恨。 那么, 我们该如何选择爱自己的方式呢? 其实,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 正确的人生态度, 是看你把人生看作什么。 它是人生观的主要内容, 也是人生观的直接反应和体现。 它需要了解的是, 人究竟应该怎样活着这一问题。 不同的态度, 产生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们不难发现, 即使在今天, 也有一些人, 他们原本一直都是在走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铺成的康庄大道上, 但却经不住诱惑, 为自己埋下了毁灭的炸弹。 这种错误的人生态度, 一旦蔓延到民族或者人类这一大群体上, 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我们应该认识到, 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对于人的一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生态度, 具体表现在人们怎样对待人生所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 关系着人们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得到什么结果。 人们对待人生的每个具体问题的态度不尽相同,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上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但是, 一个基本的人生态度始终贯穿在其中, 这决定着人的一生。 由此看来, 一个人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态度, 他不仅在每个具体问题上会失败, 而且他的一生也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 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不仅可以使人们处理好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具体问题, 迈好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 而且可以使人们几十年如一日, 走出一条美好光明的人生历程。 尼采说, 有大爱的人总能理解与自己想法和活法不同的人, 并为之感到喜悦, 即便双方有所不同也不要否定, 而是热爱这种不同。 尼采的这句话和中国人提倡的大爱、 博爱有异曲同工之妙, 爱那些与我们对立的人, 我们的心才会变得越来越宽广。 我们都知道,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的, 存在朋友也存在敌对者。 对待朋友, 我们的态度多半是关心和爱护, 而对待敌对者则完全相反, 要么打压, 要么劳死不相往来。 其实, 如果我们能尝试着爱自己的对立者, 那么你不仅有可能改变彼此的关系, 还能从敌对者身上学到很多长处。 苏格拉底说, 真正高明的人, 就是能够借助别人的智慧, 来使自己不受蒙蔽, 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 我们的身边却有这样一些人, 他们太过天真, 他们常常把身边的人, 简单地归类为朋友和敌对者, 认为这个世界非黑即白, 而且还秉承着不向敌对者低头的做人原则, 其实, 这种做法是幼稚的。 甚至有的时候, 真正能对你起到帮助作用的, 不一定是你那些所谓的朋友, 相反, 关键时候, 能起到作用的, 可能正是这些危险的敌对者, 因此, 我们不妨善待他们, 主动结交他们。 以前, 有个村子里住着两户人家, 一家人姓李, 另一家人姓张, 他们两家是三代世仇, 两户人家一碰面, 就闹得不可开交, 但经过一件事之后, 这两家人却话题为友了。 这天傍晚, 老张和老李两个人, 各自从市集里出来, 碰巧在回村的路上遇见了, 找不到吵架的理由, 二人就独自走着, 但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以前以后, 市集距他们的村子, 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走着走着, 天就快黑了, 而且, 这又是一个阴雨天, 感觉阴森森的, 他们都小心翼翼地走着。 突然, 老张听见前面的老李, 挨压一声惊叫, 原来是他掉进西沟里了。 老张看见后, 赶忙走了过去, 心想, 无论如何也是条人命, 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老张看见掉进沟里的老李, 什么也没想, 也忘记了以前二人的仇恨, 赶紧去旁边的树上, 扯下一根树枝, 迅速将枝烧逼到老李的手中。 很快, 老李被救上来了, 他很感激地向老张说了一声谢谢, 然而, 某一抬头才发现, 原来救自己的人, 居然是仇见老张。 老李很诧异地问, 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老张说, 宝恩。 老李一听更为疑惑, 宝恩? 恩从何来? 老张说, 因为你救了我呀。 这下倒把老李弄糊涂了, 他不解地问, 哎, 我什么时候救过你呀? 老张笑着说, 就在刚刚啊, 这条小路上, 就我们俩人一前一后地走着, 换过来想想, 如果是我走在前面, 那么掉下去的就是我, 另外, 你掉下去的时候喊了一声挨压, 如果不是这声挨压, 第二个坠入溪沟里的人肯定就是我了, 所以, 我哪有知恩不报的道理呢? 因此啊, 真要说感谢的话, 那李当先由我说啊。 当老张说完这些话, 老李震惊了, 原来他昔日憎恨的这个人, 心胸如此宽阔, 他感激地握着老张的手, 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的确, 退一步能海阔天空, 就像故事中的老李和老张一样, 有的时候, 我们发现, 当人生陷入低谷时, 真正拉我们一把的, 正是我们曾经误认为的敌人, 化敌为友, 我们的人生才会变得宽阔, 总之啊, 只要我们主动伸出和解的手, 学会关爱我们的敌对者, 化解彼此心中的疙瘩, 我们可能就会减少一个敌人, 而增加一个肝胆相照的好朋友。 可能有人说, 哎, 那些人曾伤害了我们, 我们怎么可能爱他们呢? 然而, 你需要明白的是, 最高境界的爱和宽容, 就是宽容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 当然,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 如果你这样做了, 就会从中体验到自己的富有和强大。 而当一个人能够宽恕别人时, 也必定能够宽恕他自己, 因为当他对自己充满自信之后, 他无需去防御别人, 他敢于证实自己的缺点, 对一生中所遭受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挫折, 具有必要的忍耐力。 因此, 生活中的人们, 学会爱那些与你对立的人吧, 你的关爱也会换来关爱, 也会迎来朋友。 有朋友的人生路上, 才会有关爱和扶持, 才不会有寂寞和孤独。 有朋友的生活, 才会少一点风雨, 多一点温暖和阳光。 尼采在快乐的知识中说, 人生苦短, 你要努力做出点成就来, 就必须懂得舍弃。 而至于该留下什么, 舍弃什么, 我们不必为之烦恼。 因为在你努力向前的时候, 那些不适合你的, 不需要的东西, 自然会远离你。 这句话是要告诉我们, 人生的经历是有限的, 我们只有懂得舍弃, 做最适合自己的事, 才能身清如燕的前行。 其实啊, 我们在生活中, 经常会面临很多选择, 而有选择, 自然就会有放弃, 因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那么, 哪个会被你忍痛割爱呢? 人生的旅途中, 经常会遇到三叉路口, 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 的确啊, 很多时候, 我们遇到的选项, 都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 但却不能同时拥有。 在选择时, 我们往往会斤斤计较, 患得患失, 优柔寡断。 由于在矛盾中停留太久, 什么都想得到, 最终却什么都没得到。 所以啊, 我们不妨顺其自然, 那些不适合我们的事物, 自然就会离去。 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 有德就有失, 有失也有德。 德与失是矛盾的统一体, 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时, 你必须有娶有舍, 娶就必须舍, 舍了才能娶, 要成功就必须放弃享乐, 选择家庭的同时, 就得放弃单身生活, 选择内心平静的同时, 就得放弃对权力和金钱的角逐, 但选择也不可能尽善尽美, 我们不必为此烦恼。 人的一生中, 总要面对各种选择, 很多时候, 还必须对遇到的多种可能性 做出单项选择。 比如, 谈恋爱时, 遇到了两个以上, 令自己心动的异性, 有了幸福家庭后, 却又发现了 让自己更为心仪的目标。 毕业选择就业时, 遇到两份同样待遇丰厚, 前景良好的工作。 逛淘宝时, 琳琅满目的商品, 哪样都令人爱不释手, 等等。 当遇到多个选项, 鱼和熊掌又不可兼得的时候, 你有能力和魄力, 做出明智正确的抉择吗? 选择是一门看似简单, 但却十分有讲究的艺术。 人的一生, 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 选择的证悟和效率, 是一个人的价值取向、 思想水平、 道德意识和判断能力的综合反应。 一些看似无谓的选择, 其实是奠定我们一生重大抉择的基础。 古人说, 不积魁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 无论多么远大的理想, 伟大的事业, 都必须从小处做起, 从平凡处做起。 所以对于看似琐碎的选择, 也要慎重对待。 考虑选择的结果, 是否有益于自己树立的远大目标。 有选择就必须要放弃, 而放弃, 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会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因为放弃, 很多时候便意味着永远不再拥有。 但是, 不放弃却想拥有一切, 最终你将一无所有, 这就是生命的无奈之处。 如果你不放弃眼前的热烈, 就无法享受花前月下的温馨。 生活给予我们每个人, 都是一座丰富的宝库, 但你必须学会放弃, 选择适合你自己应该拥有的, 否则, 生命将难以承受。 生活中,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 面临着人生无数次的抉择。 当机会接踵而来时, 只有那些树立远大人生目标的人, 才能做出正确的取舍, 把握自己的命运。 树立了远大目标, 面对人生的重大选择, 就有了明确的衡量准绳。 在面临选择时, 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 我们需要什么, 哪些才是对自己最重要的, 哪些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一个笃信佛的人走到悬崖边时, 不小心脚下一滑, 从高处跌入深谷, 幸运的是抓住了一根树枝。 他极其虔诚地求佛挽救自己, 佛真的显灵了, 佛让他放下手中的树枝, 可是那个人却不肯放下, 继续把树枝抓得很紧很紧。 佛摇了摇头说, 你不肯放手, 任谁也救不了你。 山神指引两个穷人, 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宝库面前, 进门前, 山神叮嘱他们, 宝库开启的时间很短, 拿到想要的财宝就赶紧出来。 其中一个人进去后, 拿了两块黄金就出来了, 可另外一个人, 看到里面耀眼的财宝, 什么都想要, 不知道该拿什么好, 正犹豫时, 宝库的大门紧紧关闭了。 可见, 有些选择看似诱人, 但如果不适合自己, 那就要果断舍弃。 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要视自身条件和具体情况而定, 要有主见, 不能人云亦云。 有时候, 我们选择的似乎只是如何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 但实际却也是对自己的人品, 人格做出选择。 选择必须考虑到社会效益, 不能因一时之快或迎头小利而失去做人的道德, 良心和他人的信任。 总之啊, 人生的大多数时候, 无论我们怎样审慎选择, 最终都不会是尽善尽美, 总会留有遗憾, 但遗憾本身也是一种美。 我们不妨想想, 就连权倾天下的统治者都无法拥有天下所有的最美, 何况是正常人, 既然做了选择就不要后悔, 只要是适合自己的, 就是明智、理性和智慧的选择。 社会大舞台上, 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和生存方式的编导兼演员, 只有学会正确地进行选择,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才能演绎出精彩的人生。 接下来请收听第四章, 心眼明亮, 用心发现他人的长处。 第四章, 心眼明亮, 用心发现他人的长处。 尼采说, 有些笨拙、 胆小之人更危险, 更具杀伤力, 令人防不胜防, 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运用恰当的方法防御, 也无法冷静地处理问题, 抹杀敌人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尼采这句话是要告诉人们, 对于那些看似胆小懦弱笨拙的人, 更要小心和提防, 因为缺乏勇气, 在遇事时, 他们很难理性地考虑和解决问题。 失去控制的他们, 往往会采取下下策, 也就是用攻击, 甚至抹杀他人这一方法, 来保护自己。 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 那些真正的小人, 往往就是那些, 平时看起来唯唯诺诺, 看似弱小的人。 他们没有勇气, 与敌人正大光明地开战, 他们更喜欢搞些小动作。 对于这些人, 我们一定要收起自己泛滥的同情心, 并多留一个心眼, 否则, 你很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当中。 燕子, 是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 思想家, 外交家。 他身材不高, 其貌不扬, 但颇具智慧, 春秋时, 有三个勇士, 名叫公孙杰, 田开江, 古爷子, 他们都为齐国立下很大的功劳, 不把燕子这样的小矮人放在眼里。 燕子便去见齐景公说, 我听说贤命的君主, 收养有勇力的武士, 对上讲究君臣的礼仪, 对下讲究长幼的人伦道理, 对内可以防止强暴, 对外可以威慑敌国, 君主得益于他的功劳, 百姓佩服他的英勇, 所以使他地位尊贵, 俸禄优厚, 现在君主所养的勇士, 对上没有君臣的礼仪, 对下不讲长幼的人伦道理, 对内不能够禁止强暴, 对外不能威服敌国, 这三个人是危害国家的祸害啊, 不如除掉他们。 景公说, 这三个人武艺高强, 要勤勤不了, 要刺刺不中, 如何是好呢? 燕子说, 这三个人都是凭自己的力量攻击强敌的, 不懂长幼的礼仪, 于是他请求景公, 派人给他们三人送去两只桃子, 让他们论功而食, 景公使人溃二桃, 因三人分食缺一, 便说, 三位为什么不计算各自的功劳而吃桃子呢? 公孙杰仰天长叹道, 燕子真是个聪明的人, 他让景公用这样的办法来比量我们的功劳大小, 不接受桃子, 就是没有勇气, 接受吧, 人多桃少, 我何不说说自己的功劳来吃桃子呢? 我曾有一次空手击杀一只大野猪, 一次徒手打死一只母老虎, 像我这样的功劳, 完全可以独吃一只桃子了, 说完, 拿过桃子站了起来, 田开江说, 我手持武器曾两次打败敌人三军, 像我这样的功劳, 也可以独吃一只桃子, 说完, 他拿起桃子站了起来, 古爷子说, 我曾随从国君渡黄河, 一头大龟叼走左餐, 潜入底柱山下的激流中, 我就一头潜入水底, 逆水前行百步, 又顺流而行九里, 终于捉住大龟, 把他杀了, 我左手握住马的尾巴, 像鹤一样跃出水面, 传父们都说, 这是河神, 像这样的功劳, 也可以独吃一只桃子吧, 二位何不把桃子还回来, 说完, 抽出宝剑就站立起来, 公孙杰田开江祈祷, 我们的功劳不及你, 拿走桃子而不谦让, 这是贪心, 既然这样而又不敢一死, 这是没有勇气, 说完, 二人都还回手中的桃子, 自问而死, 孤爷子说, 二位都死了, 我独自活着, 这是不仁, 哪话羞辱别人, 而夸耀自己的功劳, 这是不义, 行为违背了仁义, 不死就是怕死鬼, 说完也把桃子叫了回来, 自问而死, 孔子在评价燕子这一具体行为时, 毫不留情地说, 燕子小人也, 燕子二桃杀三世的故事, 更是说明燕子其人不光喜欢作秀, 而且还很阴险毒辣, 他在知道这三位勇士关系深厚, 不宜强攻, 故而采取这一挑拨离间的手段, 小小的两个桃子, 就让三个兄弟自相残杀, 实为阴险的手段,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这是人们常来感叹社会复杂的一句话, 在我们生活的周围, 确实有一些像燕子这样的人, 表面上看, 他们不被人看得起, 甚至被人忽视, 但关键时刻, 他们表现出来的杀伤力, 却是惊人的, 可能你遇到过这样一些事, 公司原本准备提升你, 但没想到, 最终击败你的, 却是平时看起来柔柔弱弱, 唯唯诺诺的小姑娘, 生意场上, 那些出其不易成功的, 也是那些看起来实力不强的人, 不得不承认的是, 那些胆小怕事的人, 他们的行为并不值得我们赞同, 但无论如何, 你不要再天真的认为, 这个世界上都是好人, 也不要以为, 你的同事, 总在你的面前表现得弱小, 你就同情心泛滥, 到最后被人利用了, 还蒙在鼓里, 尤其是面对利益的争夺时, 一定要聪明一点, 多看, 冷静地判断, 以防被小人暗算, 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说, 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人, 他所陈述的, 也许并非完全是事实, 甚至是在对某些问题刻意隐瞒, 尼采这句话的意思是, 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 喜欢高谈阔论, 谈天说地, 他会比平时话多, 这是因为, 他希望用自己的语言, 来转移你的注意力, 以防止你发现, 他所刻意隐瞒的事情, 生活中我们与人交流的时候, 如果细心观察, 可以发现, 从他人的语言中, 我们能够或多或少地剖析对方的心理, 其中, 那些说话滔滔不绝的人, 多半也会闪烁其词, 这是因为他们有所隐瞒, 人们常说, 识人心一定要懂得观察, 与细微处看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这样, 即使面对那些经验丰富的人, 也能先观其心, 而做出具体的应对策略, 而语言就需要我们耐心地去思考,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茶言观色中的茶言, 茶言是指通过对对方言谈了解其性格, 品质, 情绪, 及其内心世界, 从而摸透对方的心思, 善于茶言的确是社交的一种技能, 但这并不是说研究语言就是为了茶言, 更重要的是怎样通过语言来把控人心, 从而拉进心灵, 人际间的沟通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那么在人际交往当中, 我们该如何茶言以听出对方真实的内心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掌握, 首先啊, 谈话的过程中, 自始至终把我挂在嘴边的人, 独立心和自主性通常比较强, 而经常使用我们的人, 多见于缺乏个性, 埋没于集体中, 随身附和性的人, 再有, 从语速上的变化, 识别对方的心理状态, 如果在你的鼓励下继续说话的对方, 语速突然加快, 一般表示, 他们有愧于心, 或者是在说谎, 而如果对方语速变得迟缓, 甚至变得不善言谈, 往往表示, 其心怀不满, 甚至换有敌对态度。 第三呢, 那些喜欢滔滔不绝, 将新鲜词汇挂在嘴边的人, 未必有多高明。 其实, 那些人, 多是将词语, 作为掩饰自己内心弱点的盾牌。 第四, 如果对方突然提高了说话的音调, 多半表示, 他和你意见相左, 想在气势上胜过你。 如果对方说话时, 突然语气婉转, 转换说话的方式等等, 那么, 他要么是涂抹不轨, 要么就是想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自我表现一番。 第五, 一个人语言过多, 不招边际, 甚至让人如坠云雾之中。 其实, 这种情形反倒反映出他们的自卑意识, 他们口若悬河, 不过是在掩饰他们的自卑。 一个人内心虚无, 自然就会用缥缈的语言来掩饰自我,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 对于那些查人高手来说, 他们的这点小伎俩早就被识破了。 当然, 我们查研的具体方法还有很多, 某些人甚至能在语言中掩饰自己, 这就需要我们更加细心地去品味, 推断他们的真实意图, 并结合其他因素综合把握, 具体情况, 具体对待。 只要你是一个有心人, 就一定会逐渐拥有这种能力。 尼采说, 看待他人, 应当把注意点放到他人的优点与长处上。 如果你总盯着他人的缺点和不足, 那么只能从反面印证你的状态不佳。 另外, 与这种人交往, 你也会变得与他一样低级。 尼采这句话的含义是, 一个人只有学会用欣赏的眼光看待他人的长处, 才能帮助我们正确认识自己, 提高自己, 否则我们只会陷入倒退的陷阱中。 的确, 人与人相处, 难免会相互比较, 比较之下, 那就会有优劣之分, 聪明的人会从他人身上吸取优点, 进而取长不断。 然而, 也有一些人, 他们总是盯着别人的不足, 他们总认为别人比自己差。 在这种自欺欺人的比较结果中, 他们不求进步。 同时呢, 因为这种比较, 能够带给他们优越感, 导致他们更愿意和那些各方面不如自己的人交往。 久而久之, 他们即使是雄鹰, 也成了飞不起来的小鸡。 因此,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在日常交际中, 都应该学会用心上的眼光看待他人。 只有这样, 才能避免因嫉妒而产生紧张的人际关系, 也能帮助你找到自身的不足, 进而不断提升自己。 其实啊, 很多时候, 我们不喜欢一个人, 乃至看不到他的优点。 并不是对方的错, 而是我们自身的问题。 有个女人, 曾经向他朋友抱怨, A真讨厌, 我从心底不喜欢他。 朋友问他, 你喜欢榴莲吗? 榴莲臭臭的, 闻到就想吐啊。 那有人喜欢吃榴莲吗? 当然有啊, 否则怎么会有卖的呢? 那么你不喜欢榴莲是榴莲的错吗? 所以说, 你不喜欢A是A的错吗? 这只是一个小故事, 但却告诉我们, 对他人的态度如何, 多半取决于我们的态度。 其实生活中我们也发现, 一些人在看到别人得到荣誉、 好处或利益的时候, 表面上也许会说些赞美的话, 但是内心却不服气。 也有些人会对他人的成就, 抱着没什么了不起的想法。 其实, 这些心理状态都会阻止我们成长和进步, 它会让人迷惑, 丧失看清自己的机会。 如果你不懂得疏通自己的情感, 那么, 嫉妒既能损害到自己, 又可能损害到被嫉妒者。 对此, 要有一颗宽容的心, 能够坦然接受事实, 承认他人的优点, 并不断地努力充实自己的才能, 发挥自己的才干, 才能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 才能找到人生的乐趣和生存价值。 除此之外, 你还需要接受自己, 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 当然, 也不会是一无是处的。 因此, 你有必要接纳自己并完善自己。 所谓接纳自己, 就是既能看到自己的不足, 又能看到自己的优点。 从而发扬自己的优点, 改正自己的缺点。 当然,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点, 你要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人, 从而全力以赴, 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总之, 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 不仅能学会用客观的眼光看自己和对方, 也能弥补自己的不足, 这样, 就不至于为一点小事钻牛脚尖, 还能交到帮助自己成长的真正朋友。 尼采说, 怎么笑, 何时笑, 能将人性表露无遗? 比如, 你是因为有趣的失效, 还是嘲笑他人的失败, 亦或是精炼的机智而笑, 笑声的深度, 也能透露出一个人的本性。 尼采这句话向我们展现了人性的表现手段之一, 笑容。 一个人如何笑, 何时笑, 笑的深度和姿态, 都能体现出他的性格, 内心动态。 当然, 尼采还向我们指出, 我们不要惧怕微笑, 因为一个人的笑容改变了, 他的性格, 心理都会随之改变。 我们都知道, 与人初次见面, 一个亲切的微笑, 能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消除你和对方的拘束感。 与朋友见面打个招呼, 点头微笑, 会让朋友之间显得和谐, 融洽。 长辈对晚辈抱一微笑, 可以使晚辈消除紧张, 敬畏就会被信任和亲切所代替。 上级对下级一个微笑, 会让下级感到上级平易近人。 服务人员面带微笑, 顾客就有宾至如归之感, 可见笑的作用是多么大。 有一位日本著名的造型家, 他写了一本书, 书中一个跨页收集了几十位女性的头像。 这些女性有年老的, 年轻的, 有人认为很美的, 也有很丑的。 但是, 你看她们每一个人时, 你的心情都是愉悦的, 甜静的。 不是因为别的, 就是因为她们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的确啊, 微笑是社交场合的通行证, 表达情感的最好方式。 对他人微笑时, 一定要发自内心, 如果你是个不爱笑的人, 你一定要加以训练。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 外部的体验越深刻, 内心的感受越丰富。 也就是说, 有了外部的笑容, 也就有了内心的欣喜。 每天晚上, 对着镜子中的你笑上几分钟, 然后含笑而眠, 早上起来, 心中默念嘴角翘, 笑笑笑, 你就会发现, 因为有了笑容, 也就有了好心情。 尼采说, 擅长用人者, 很少会不分青红皂白, 无来由地拒绝或否定。 如果把人才比喻成土地, 那么他们就是善于施肥者, 进而让贫瘠的土地, 最终长出丰硕的果实。 这段话告诉那些管理者, 要学会用人, 要懂得选用人才, 将人才人尽其用。 我们知道, 21世纪的竞争, 就是人才的竞争。 一个国家如此, 企业也是这样, 如何科学合理有效的 为财适用, 是摆在企业管理者面前的 首要难题。 然而, 任何一家企业里, 没有无用的人才, 所以, 我们不能轻易地否定他人。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则故事。 大唐的文物百官中, 有一个叫王发的人, 很受唐太宗重视。 有一次, 宴会上, 唐太宗一时兴起, 便问了王发这样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 你王发是个很善于鉴别人才的人, 今天, 你就不妨从房轩灵开始, 对朕身边的人才, 进行一番评论吧, 看看他们有什么优点, 又有哪些做得不足的地方。 王发回答说, 一心为国为民, 事情无论大小, 都孜孜不倦地办理, 在这方面, 我比不上房轩灵。 常常直言禁见, 认为皇上能力德行, 比不上姚舜, 很丢面子。 这方面, 我比不上魏征。 文武双全, 既能进入朝廷担任一朝宰相, 又能在外带兵打仗, 在这方面, 我比不上礼敬。 向皇上报告国家公务, 详细明了, 宣布皇上的命令, 或者转达下属官员的汇报, 能坚持做到公平公正, 在这方面, 我不如温彦博。 处理繁重的事物, 解决难题, 办事井井有条, 这方面, 我也比不上代咒。 至于批评攀官污吏, 表扬轻政联署, 饥饿如仇, 这方面, 比起其他几位能人来说, 我也有, 我也有一技之长。 唐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 而大臣们也认为, 王发完全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都说这些评论是正确的。 从王发的评论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唐太宗的团队中, 每个人各有所长, 但更重要的是, 唐太宗能将这些人, 依其专长运用到最适当的职位, 使他们能够发挥出自己所长, 进而让整个国家繁荣强盛。 哈佛大学有句名言, 只有无能的管理, 没有无用的人才。 要实现人尽其才, 财尽其用, 从事管理工作的企业领导, 必须努力成为, 善于开发人才资源的工程师。 但同时, 我们都知道,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 也有自己的优势。 作为企业领导, 如果看不到一个人的优点, 而将其列入无能者的行列, 这就犯了企业佣人中, 一短眼长的打击。 一页账目不见泰山, 就不可能达到企业人力资源的最有效配置。 为企业创造新高, 奠定最为稳固可靠的基础。 只有做到用人之前, 先识人, 从能力、个性、兴趣、经验等几个指标, 全面考察你用的人才。 在这个基础上, 因人定岗, 合理安排人才岗位。 那么, 企业的领导应该如何寻找这种合适度呢? 首先, 要了解自己员工的长处和不足。 若想充分发挥员工在企业中的效用, 就必须先对员工进行一番了解, 做到两体才一。 而领导者们, 若想知道员工有哪些特长, 哪些不足, 其初步印象, 就是通过他们的履历表获得的。 因此, 要想清楚员工的特长, 领导者应制定一份员工专长表, 这样就会了解手下有什么样的可供利用的人力资源。 一旦有了新的任务, 领导者就能很容易地决定谁是最合适的人选。 第二, 要充分发挥员工的优点。 在用人的时候, 充分发挥员工的优点, 有利于提高执行的效率。 同时, 发挥优点也就意味着要避开劣势。 如果从人的长处着眼, 为使用对象提供和创造良好的条件, 让他的长处得以充分地发挥, 那么这个人日益增长的优势, 就会抵消不足的影响, 或者填补不足的缺陷, 或者抑制不足的劣势。 第三, 要让每位员工都觉得自己很重要。 当一个员工感到自己很重要, 使企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 就会增加企业的主人瘟感, 因为他在这里得到了尊敬和关怀。 在工作中, 如果领导者们能使员工处处感受到尊严, 被人尊重, 那么他们就会产生这样的温馨感觉, 我很重要, 对于企业是不可缺少的, 领导既然这样尊重我, 我就应该为企业努力工作。 第四是, 事实升迁。 任何一个员工, 如果一直在同一个职位任职, 而没有升迁的机会的话, 都会对工作失去积极性。 因此, 事实的提升员工最能激励士气, 也能带动其他同志的努力。 提升员工职位, 应以员工的才能高低作为主要标准, 年资和考技应列为辅助的标准。 总之啊, 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人, 每个人都有不足和优点, 选用一个人, 主要是使他发挥自己的优点, 至于他的不足, 只要不影响工作, 不影响别人发挥积极性, 就不要过严。 管理人员的任务, 是寻找员工的优点, 在使用过程中, 要使人尽其所长。 尼采说, 人是情绪化的, 但在判断一个观点是否为真理时, 绝不可因热情而左右依据, 然而, 对此心存误解的人大有人在。 尼采的这句话是要告诉我们, 遇事一定要多思考, 理智判断, 不能凭一时的情绪, 在冲动之下做出决定。 我们知道, 人都是有情绪化的, 我们的情绪会被周围的人和事所影响, 但成功的人在于能够做到自控, 做事不冲动, 而失败的人则相反, 他们性情散漫, 毫无节制, 总是受自己的情绪摆布, 而情绪总是依据环境氛围而变幻莫测, 于是他们起伏摇荡于这种恶性失衡之中, 做事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这种过分轻狂不仅毁掉了他们的意志, 也殃及他们的判断力, 干扰了他们的欲望和理解力。 生活中的你也许是容易冲动的, 但请记住, 冲动是魔鬼, 会让自己一败涂地, 从现在起, 一定要做到自治, 理智思考, 并克服自己的情绪。 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 一个经验丰富的高级间谍被敌军抓住了, 他立即想到, 要想逃脱, 就必须装聋作哑。 当然, 敌军也怀疑他是否真的不会说话, 于是, 他们运用各种方法盘问他, 无论是诱惑还是欺骗, 他都不为所动。 到最后, 敌军审判官只好说, 好吧, 看起来我从你这里问不出任何东西, 你可以走了。 这个间谍当然心里明白, 这只不过是审判官检验他是否在说谎的一个方法而已, 因为一个人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 内心的喜悦往往是抑制不住的。 如果他此时, 听到审判官的话后, 立即表现出很高兴或者激动, 那么, 证明他听得到审判官的话, 他也就不打自招了, 因此, 他还是站在原地, 仿佛审问还在进行。 最后, 这位审判官不得不相信, 他真的不是间谍。 就这样, 这位有经验的间谍的生命, 以他特有的自制力保存下来了。 听完这个故事, 我们不得不惊叹, 多么精明的间谍。 俗话说, 态度决定一切, 就是说, 一个人的情绪糟糕, 容易冲动, 往往会把一切事情都办糟糕, 即使遇到了好事和良机, 也会因为不良的情绪, 使自己产生无形的压力, 使自己的能力无法充分发挥, 错过这些机遇。 那么, 我们该如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从而做出最理智, 最明智的决定呢? 首先, 要有务实精神。 务实其实就是脚踏实地, 不浮躁。 只有打好基础, 你才能开拓, 否则一切都是花架子。 第二是, 欲试善于思考。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 是因为有伟大的思维, 思维决定行动。 正像爱因斯坦的某些学说, 在当时, 被誉为疯子式的假设和推论, 但后人均证实, 他的理论并非错误, 他的猜测并非虚幻。 当布鲁诺用生命捍卫戈戈拜尼日清说理论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只是一个疯子, 而今天的我们, 早已认同了太阳系的概念, 但这些伟大的思维, 无不是在磨难和折磨中形成的。 总之, 考虑问题应从现实出发, 而不能凭意气热情。 学会站在全局的角度看问题, 你就能看得远, 寻找出最好的解决办法。 尼采说, 有些人, 他们讲得很差, 但却使用各种夸张的手法, 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最终只能事与愿违, 而真诚的人, 他们毫不娇柔造作, 言语中透露的是真诚, 是对话题的热情, 听众也会被他们感染, 从而聚精会神的聆听, 无论是演讲, 演戏, 还是人的活法, 都是这样。 尼采这段话的含义是要告诫我们, 为人处事, 一定要坦诚, 只有坦诚, 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 其实啊, 不仅是演讲, 在演员演戏时也是如此, 那些演技精湛的演员, 都能做到让自己融入角色, 然后袒露自己的真实感受, 进而打动观众。 相反, 那些演技浮夸, 刻意表现的演员, 会让观众感到不屑。 在演讲者演员的表现中, 我们不难得出, 交术交根, 交友交心。 人际交往中, 我们若想交到真正的朋友, 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 我们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对他人敞开心扉, 而不能以面具试人。 我们发现, 那些人际关系良好, 和朋友相处融洽的人, 无不是做人的坦诚者, 因为只有坦诚, 才能获得信任,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以心交心。 尤其在与陌生人的交往中, 主动交往, 坦诚自己的感受, 往往更能带动对方参与交往。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出名之前, 很不善于沟通, 有一次, 有人把他介绍给, 后来成为美国第十八届总统的格兰特将军。 当时, 马克吐温竟然想不出一句可讲的话, 而格兰特将军保持着平时的庄重, 严肃, 同样选择了沉默。 最后, 马克吐温说, 将军, 我感到尴尬, 您呢? 可见,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遇上并不熟悉的人时, 心里都会七上八下, 不知该怎样打开话匣子。 然而, 你必须先打破沉默, 坦诚自己的感受, 才能毫无拘束地与人交流, 从而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子。 如果我们想掌握交际的主动权, 就应该迈出交际的第一步, 大胆地与人交流, 并以承待人。 大胆地与人交流, 并以承待人, 具体地说, 我们首先, 要找出交往的契机, 主动伸出游异之手。 上一集我们说的马克吐温, 正是因为做到了这点, 才打开了对方的话匣子。 然而, 并非所有的人都是见谈的, 有的人沉默寡言, 虽然也有交谈的欲望, 却不知道从何谈起, 这就需要你改变态度, 率先向对方发出友好的信号, 激起对方的谈话欲望, 以达到交流的目的。 其次是发挥微笑的魅力。 俗话说得好, 伸手不打笑脸人, 对于别人善意的微笑, 我们怎么可能拒绝呢? 卡奈吉说, 笑容能照亮所有爱他的人, 像穿过乌云的太阳, 来给人们温暖。 微笑所表示的是, 我喜欢你, 你使我快乐, 我很高兴见到你。 交际中, 我们对他人多抱以微笑, 就会让对方被我们的善意和热情所打动, 久而久之, 他们也会对我们回忆微笑。 三是以真诚打动人心, 与人交往跪在一个诚字, 用诚心和热心才能打动他人, 见面打招呼, 买些小东西, 参加大伙的活动, 写些小卡片, 这些都是体现自己真诚的方法。 此外, 最重要的一点便是, 要想得到他人的认可, 必须得首先主动敞开自己的心怀, 从一开始就要讲真话, 实话, 不遮着眼眼吞吞吐吐, 要以你的坦率, 获得他人的好感和爱戴。 因此, 从现在起, 不要苦恼自己为什么在人际交往中, 得不到他人的喜欢, 事事不容易了。 或许过时并不在于他们, 而在于我们没有做到, 用真心, 诚心, 热心去打动他们。 尼采说, 世间之恶, 大部分都来自恐惧, 恐惧让我们为过去苦恼, 为将来忧心忡忡。 然而, 恐惧的真面目, 正隐藏在你当下的内心之中, 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改变, 只要你直面自己的内心。 尼采的这句话, 透露出恐惧的本质, 冲破恐惧, 靠的是我们自己的心。 做到不念过往, 不畏将来, 我们也就放下了那些烦恼。 在这浩瀚无边的宇宙里, 当我们驻足回首时, 发现, 原来我们也和所有世人一样, 是那么的渺小, 甚至比一粒微尘还小。 经历了数不清的无奈, 遗憾, 痛苦和悲伤, 寒冷和恐惧。 可我们从不悲观, 我们一直坚强地活着, 不是憧憬着自己平凡而精彩的一生。 因为我们明白, 这个世界原本就是相对的, 没有痛苦的挫败, 就不会珍惜愉悦的成功, 没有坎坷的经历, 就收获不了甜美的幸福。 因此, 勇敢的人们, 人生路上, 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要恐惧。 要战胜别人, 首先必须战胜自己, 这是智者的座右铭。 实际上, 你的敌人不是挫折, 不是失败, 而是你自己, 是内心的恐惧。 如果你认为你会失败, 那么你就已经失败了。 说自己不行的人, 经常对自己说丧气的话, 遇到困难和挫折, 他们总是为自己寻找退却的借口。 殊不知, 这些话, 正是自己打败自己最强有力的武器。 人们恐惧的表现之一, 通常是躲避, 而试图逃避, 只会使得这种恐惧加倍。 任何人只要去做他所恐惧的事, 并持续地做下去, 直到有获得成功的记录做后盾, 他便能克服恐惧。 有这么一个故事, 在美国, 有个刚毕业的年轻人, 在一次州内的征兵选拔中, 他因为体能好, 表现优异被选中了。 在外人看来, 这是一件好事, 但他看起来却并不高兴。 为了庆祝孙子被选上, 他的爷爷从美国的另一个州来看他, 看到孙子心情不好, 便开导他。 我的乖孙子, 我知道你担心, 其实啊, 没什么可担心的, 等你到了陆战队, 会遇到两个问题, 要么是留在内勤部门, 要么是分配到外勤部门, 如果是内勤部门, 那么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年轻人接过爷爷的话说, 那要是我被分到外勤部门呢? 爷爷说, 同样, 如果你被分到外勤部门, 你也会遇到两个选择, 要么是继续留在美国, 要么是分配到国外的军事基地, 如果你分配在美国本土, 那没什么好担心的嘛。 年轻人继续追问, 那么如果被分配到国外的基地呢? 爷爷说, 那也还有两个可能, 要么是被分配到崇尚和平的国家, 要么是战火纷飞的海湾地区, 如果把你分配到和平友好的国家, 那也是值得庆幸的好事啊。 年轻人又问, 爷爷, 那要是我不幸被分配到海湾地区呢? 那你同样也有两个可能, 要么是留在总部, 要么是被派到前线去参加作战, 如果你被分配到总部, 那又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呢? 那么, 若是我不幸被派往前线作战呢? 同样, 你还会遇到两个选择, 要么是安全回来, 要么是不幸负伤, 假如你能安然无恙地回来, 你还担心什么呢? 那如果我受伤了呢? 那还是有两个可能, 要么是轻伤, 要么是身受重伤, 危及生命, 如果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而对生命够不成威胁的话, 你又何必担心呢? 可万一是重伤呢? 即使身受重伤, 也还会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有活下来的机会, 要么是完全无药可制了, 如果能保全性命, 你还担心什么呢? 那要是完全救治无效呢? 爷爷听了, 哈哈大笑着说, 那你人都死了, 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是啊, 这位爷爷说, 人都死了, 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这是对人生的一种大彻大悟, 有的时候, 我们对某件事很担心, 但只要转念一想, 最坏的状况莫过于, 以这样的心态面对, 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要摆脱恐惧心理, 我们可以从以下这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告诉自己, 我能行, 生活中, 许多人常常说, 我不行, 而之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意识, 通常来说, 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给自己设限, 要摆脱这种种恐惧, 你必须要在内心反复地暗示自己, 我能行。 其次是, 多做一些曾经没有做过的事, 做一些曾经不敢做的事, 本身就是克服恐惧的过程, 如果你退缩, 不敢尝试, 那么下次你还是不敢, 甚至你永远都做不成, 只要你下定决心, 勇于尝试, 那么这就证明你已经进步了, 在不远的将来, 即使你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你的勇气, 一定会帮你获得成功。 总之啊, 你需要记住的是, 在困难面前, 逃避, 无济于事, 只有正面迎击, 困难才会解决, 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 那些所谓的困难与麻烦, 只不过是恐惧心理在作怪, 每个人的勇气都不是天生的, 没有谁是一生下来就充满自信的, 只有勇于尝试, 才能锻炼出勇气。 你才说, 你可否想过, 我们在表达自己的喜悦时, 是不是对他人也是有益的, 是不是会让他人产生不甘或者悲伤, 有没有侮辱到他人, 是不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与灾难之上, 有没有引发他人的报复心? 尼采这句话, 是要告诉生活中, 那些因为成就, 正处在喜悦之情中的人们, 即使表达喜悦之情, 也要考虑到他人的感受, 也许你的快乐正刺紧了他人敏感的神经, 甚至因此遭人记恨, 种下恶果。 事实上啊, 我们都知道, 一个真正成功的人, 往往都能赢得人心, 拥有好人缘, 所谓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那些今天失忆的人, 明天说不定就得意了。 假如我们在对方失忆之时, 大谈自己的得意之事, 那么很可能引起对方的记恨, 而如果我们能对他进行肯定和认可, 而不是大谈自己的得意之事, 那么对方一定会对我们产生感激之情。 另外, 我们最需要记住的是, 无论何时, 都要保持谦虚低调的作风。 布斯塔金顿, 是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 他的作品《伟大的安博森斯》、 埃里斯·亚当斯都获得普利策奖。 在塔金顿声名最鼎盛的时候, 他在多种场合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那是一个红十字会举办的 艺术家作品展览会上。 我作为特邀嘉宾, 参加了展览会。 期间, 有两个可爱的十六七岁小女孩来到我面前, 虔诚地向我索要签名。 我没有带自来水笔, 用铅笔可以吗? 我其实知道他们不会拒绝, 只是想表现一下, 一个著名作家, 谦和地对待普通读者的大家风范。 当然可以。 小女孩们果然爽快地答应了, 我看得出他们很兴奋, 当然, 他们的兴奋也是我倍感欣慰。 一个女孩将她一个非常精致的笔记本拿给我, 我取出铅笔, 潇洒自如地写下了几句鼓励的话, 并签上我的名字。 女孩看过我的签名后, 眉头皱了起来, 她仔细看了看我, 问道, 你不是罗伯特查伯斯啊? 不是, 我非常自负地告诉她, 我是布斯塔金顿, 埃里斯亚当斯的作者, 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 小女孩将头转向另外一个女孩, 松松坚说道, 玛瑞, 把你的橡皮借我用用。 那一刻, 我所有的自负和骄傲瞬间化为泡影。 从此以后, 我时时刻刻告诫自己, 无论自己多么出色, 都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从这个故事中, 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道理。 第一, 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成就, 都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第二呢, 有的时候, 在我们看来, 可以炫耀一番的事, 也许在别人的眼里不值一提, 甚至会让他产生鄙夷的情绪。 也就是说,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低调一点, 绝不可以因为自己的一点小成就, 而沾沾自喜。 因此, 面前表现出来, 更不要借机贬低, 挖苦他人, 言者无意, 听者有心啊, 很可能, 你一句炫耀的话, 就伤害了别人, 从而让别人产生痛恨的心理。 第二呢, 是要热心帮助失忆的人。 如果你不希望你的成绩, 让那些失忆的人心里不舒服, 最好应该和他保持一定距离, 这是让自己安全的最好方法。 但是, 如果你希望化敌为友, 还应该学会在背后帮助他, 关心他。 并且, 如果你能掌握一些沟通与交流的技巧, 寻找一个机会, 委婉地指出他存在的不足, 让他明白自己的缺点, 他才会把注意力放到提升自己这一点上。 当他真的进步以后, 他就会对你心存感激。 三是, 关心失忆的人。 关心那些失忆的人, 是有着一定技巧的, 并不只是语言上的安慰就有效。 因为, 有些小肚鸡肠的人, 会把这, 当成你变相的得意和看笑话。 为此, 你不妨给予适当的协助, 甚至给予物质上的救济。 而物质上的救济, 不要等他开口, 要随时采取主动。 有的时候, 对方急需你的帮忙, 但因为面子关系, 他们又故意说自己不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 你应该主动表达自己的关心, 雪中送炭。 总之啊, 每个人都有被尊重的需求, 尤其是在自己失忆的时候, 更需要别人的理解和关心。 而如果你不顾对方的感受, 大谈自己的那点小成绩, 势必会伤及对方的自尊心。 尼采说, 取悦他人会让我们内心充实, 快乐, 即便是一件小事, 如果别人获得了快乐, 我们也会受到感染。 尼采这句话的含义是, 一个人如果有让他人产生愉悦之情的本事, 那么他就能够从他人那里获得认可, 获得尊敬, 他也会因此而产生由衷的喜悦之情。 当然啊, 如何愉悦他人, 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的情境, 掌握他人的心理状态, 采取具体的措施。 我们先来看一个小故事。 卡奈基小的时候, 是一个公认的坏男孩。 在他九岁的时候, 父亲把继母取进家门, 当时他们还是住在乡下的贫苦人家, 而继母则来自富有的家庭。 父亲一边向继母介绍卡奈基, 一边说, 亲爱的, 希望你注意这个全村最坏的男孩, 他已经让我无可奈何, 说不定啊, 明天早晨以前, 他就会拿石头扔向你, 或者做出你完全想不到的坏事。 出乎卡奈基意料的是, 继母微笑着走到他面前, 拖起他的脸, 认真地看着他, 接着他回头对丈夫说, 你错了, 他不是全村最坏的男孩, 而是全村最聪明, 最有创造力的男孩, 只不过, 他还没有找到发泄热情的地方。 继母的话说得卡奈基心里热乎乎的, 眼泪几乎滚落下来, 就是凭着这句话, 他和继母开始建立友谊, 也就是这句话成为激励他一生的动力, 使他日后创造了成功的28项黄金法则, 帮助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走上成功和致富的道路。 卡奈基14岁时, 继母给他买了一部二手打字机, 并且对他说, 相信你会成为一名作家。 卡奈基接受了继母的礼物和期望, 并开始向当地的一家报纸投稿, 他了解继母的热忱, 也很欣赏他的那股热忱。 他亲眼看到, 继母用自己的热忱, 如何改变了他们的家庭, 所以他不愿意辜负他。 来自继母的这股力量, 激发了卡奈基的想象力, 激发了他的创造力, 帮助他和无穷的智慧发生联系, 使他成为美国的富豪和著名作家。 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在继母到来之前, 没有一个人称赞过他聪明, 他的父亲和邻居认定, 他就是个坏男孩。 但是继母只说了一句话, 便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卡奈基的继母是个聪明人, 他看到的也正是一个坏男孩身上 别人没有发现的优点。 一句赞美, 让一个坏男孩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那么,具体来说, 我们该如何取悦他人呢?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 首先是培养自己的观察力。 我们知道, 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一种动物, 人能了解许多事物, 却难以了解人本身。 难以捉摸的是人的心理, 人的需求, 欲望, 和人的个体特征。 要想取悦别人, 我们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学会观察他人, 并研究各种各样的人物。 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要尽快看清对方的性格。 比如, 从难以伪装的习惯动作, 看出对方的心态, 从被忽略的生活点滴, 推知对方的性格。 这便与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 达到社交的目的。 现实生活中, 有些人内心方正, 有些人内心圆滑, 有些人对外方正, 有些人对外圆滑。 从这个角度观察, 人物呈现四种形态, 内方、 外方、 内方、 外圆、 内圆、 外圆、 内圆、 外方。 和不同形态的人交往, 要用不同的交际之道。 如果对方性格直爽, 便可以单刀直入。 如果对方性格迟缓, 则要慢弓出细活。 如果对方生性多疑, 切记处处表白, 应该不动声色, 使他的疑惑自动消除。 第二是,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中国有句谚语说,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大多数交际达人都深谙此道, 所以才能在交际中左右逢源。 可能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并不一定需要掌握那么高的说话技巧, 但是在适当的场合, 对适当的人说适当的话的技巧, 还是非常有用的。 每个人由于生活环境, 接受的教育程度, 性格, 性别, 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同, 导致了他所能接受的说话方式, 语言习惯等方面的不同。 因此, 女人说话时, 一定要看清对象, 因人而异。 见什么人, 说什么话, 是非常必要的, 否则就会犯对牛弹琴的错误。 第三是, 学会赞美的艺术。 任何一个人都希望被他人关注和赞美, 都希望自己的劳动, 得到社会的承认, 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 不管你的赞美对他是否会产生影响,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你的赞美会给他的心理带来愉悦。 当你用真诚的语言赞美对方的时候, 他会认为你是一个可以信任并了解他的人, 自然就拉近了你们之间的距离, 他所回报你的便是同样的肯定与信任, 焕发出你与他之间相互的热情、 友谊和温暖。 这样, 无形中你就赢得了一个朋友。 这无疑是一场最没有风险的情感投资, 因为投逃必然会暴力。 总之啊, 只要我们能让他人产生愉悦之情, 必定会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尊重。 这种快乐是名利、物质换取不来的。 有的时候, 我们随手所做的一件小事, 一句话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尼采说, 城市开头难, 但再简单的开头, 如果不开始, 便不会有进展。 尼采这句话的含义是, 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迈出第一步, 有开始才有发展的可能。 我们的生活中, 很多人渴望得到成功, 渴望开创自己的事业, 但每每考虑到会有失败的可能, 他们就退缩了, 因为他们怕被扣上愚昧的帽子, 遇到别人取笑。 他们不敢爱, 因为害怕要冒不被爱的风险。 他们不敢尝试, 因为要冒着失败的风险。 他们不敢希望什么, 因为他们怕失望。 这种可能会遇到的风险, 让他们畏首畏尾, 举步为奸。 他们茫然四顾, 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何方。 殊不知, 如果你连第一步都不敢开始的话, 你永远不可能看到 追求人生目标的路上的风景。 生活中的人们, 如果想获得成功, 就要勇敢地冒险, 勇于尝试。 这样, 你就有了做成功者的机会。 胆量, 是使人从优秀到卓越, 最关键的一步。 有一次, 一位名叫卡兰德的军官, 在纽约的一个漂亮饭店里, 看着善于游泳的朋友们, 在阳光下喜喜, 忽然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涌上心头。 卡兰德告诉他们, 自己怕晒黑, 所以不想下水。 朋友们笑着怂恿说, 不要因为怕水, 你就永远不去游泳。 阳光照在他们水滑滑光亮亮的肌肤上, 他们像海豚一样骄傲地喜喜着。 而卡兰德其实并不想躲在没有阳光的阴影里, 看着他们快乐, 他觉得自己是个懦夫。 一个月以后, 朋友邀请卡兰德到一个温泉度假中心, 他鼓足勇气下水了, 卡兰德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无能, 但他不敢游到水深的地方。 试试看, 朋友和蔼地对他说, 让自己灭顶, 看看会不会沉下去。 于是卡兰德试了一下, 朋友说的没错, 在我们意识清明的状态下, 想要沉下去, 摸到池底还真的不可能, 真是奇妙的体验。 看, 你根本不会淹死, 沉不下去, 为什么要害怕呢? 卡兰德上了一刻, 若有所悟, 从那天起, 他不再怕水。 虽然不能说是游泳健将, 但游个四五百米是不成问题的。 和卡兰德一样, 如果你也敢于跨出第一步, 那么你会发现, 其实事情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 美国著名拳击教练达玛托曾经说过, 英雄和懦夫同样会感到畏惧, 只是英雄对畏惧的反应不同而已。 另外,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 有的时候, 不愿尝试的原因, 是不愿打破现状。 德人说, 自己是最大的敌人, 人有时最难突破的, 就是自身的局限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 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 最终会取得比那些, 已经取得温饱的人更有作为。 想迈开脚步大干一场, 又舍不得抛弃, 自己现有的温暖的保障, 如此瞻前顾后必定无所作为。 据社会学专家预测, 未来的社会将会变成一个复杂的, 充满不确定性的高风险社会。 如果人类自由行动的能力, 总在不断增强的话, 那么不确定性也会不断增大。 生活中的人们应该意识到, 各种变化已经在我们身边悄然出现, 勇敢地投身于其中的人也越来越多。 而如果你不积极行动起来, 缺乏竞争意识, 忧患意识, 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 如果你还没有被惊醒的话, 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被那些敢于冒险的人远远甩在后面。 敢于向前, 充满冒险精神, 是每个成功人士给我们的启示。 总之啊,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 在这个时代, 墨守陈规缺乏勇气的人, 迟早会被时代所抛弃, 处处求稳, 时时都给自己留有退路, 这是一种看似稳妥, 却充满潜在危机的生存方式。 尼采在《权力一致》中说, 你是否想让自己的人生只有安逸? 很简单, 只要你继续混迹于人群中, 把自己当成群众中的一员, 乃至最后忘记存在的必要就好。 尼采这句话的含义是, 成功者在大多数人之外, 我们渴望成功, 但最终成功的, 往往是那些走小道的人。 人云亦云云, 混迹于人群中的人, 即使有天赋, 最终也是泯然重人。 因此, 如果你希望获得成功, 就要有与众不同的思维, 要走与众不同的路。 当你认为自己选择的路正确时, 请坚持你的选择, 别太看重别人的怀疑和反对的态度。 坚持自我, 你会有更大的突破。 我们不难发现, 那些真正的成功者, 多半都是特立独行的。 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 他们也听到了来自各方反对的声音, 但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 这才使得他们有了更大的成功。 其实啊, 很多事例证明, 别人给予你的意见和评价, 往往不是正确的。 音乐家贝多芬在拉小提琴时, 他宁可拉自己的曲子, 也不愿意做技巧上的变动。 为此, 他的老师曾断言, 他绝不可能在音乐这条路上有什么成就。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 四岁时才会说话, 七岁时才会认字。 老师给他的评语是, 反应迟钝, 不合群, 满脑袋, 不切实际的幻想。 大文豪·托尔斯泰, 读大学时, 因为成绩太差, 而被劝退。 老师认为, 他既没有读书的头脑, 又缺乏学习的兴趣。 如果以上各位成功人士, 不是走自己的路, 而是被别人的评论所左右, 那么, 他们怎么会取得日后举世瞩目的成就呢?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个故事。 曾经有个叫理查德·何塞的哈佛学生, 他的名字经常被教授们提起。 理查德是哈佛毕业的高材生, 但令别人感到惊讶的是, 他并没有和其他毕业生一样, 就职于某家大企业, 或者成为某一行业的技术骨干, 而是成了一个出类拔萃的油漆匠。 理查德的父亲是一位手艺很好的油漆匠, 年轻的时候他成功偷渡到了洛杉矶, 但移民生活是很辛苦的, 而他正是凭借这一手好手艺在洛杉矶站住了脚。 后来因为一个大赦, 他拿到了绿卡, 他一家人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美国公民。 理查德是个懂事的孩子, 在他很小的时候, 为了减轻父亲的工作压力, 他常常会帮助父亲干一些油漆活。 几年下来, 他不但掌握了父亲所有的手艺, 还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 这让他的父亲感到很欣慰。 理查德在读书方面, 也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天赋, 他在学校的成绩一直是前三名, 他在社区服务的记录一直是最好的, 而且他还获得全美中学生美术展油画铜奖, 这就使得他轻而易举地被哈佛大学录取了。 在哈佛读本科的四年, 理查德虽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但他似乎一直都忘不了油漆的工作, 他觉得自己只有在涂油漆的过程中才是快乐的。 为此, 一到周末他就赶紧回家, 然后摆弄油漆。 很快, 他坚持不继续深造, 而是在洛杉矶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理查德在工作中一直很努力, 为此, 老板嘉奖了他很多次, 但他就是忘不了油漆。 有一次, 当老板问他, 他对公司有什么建设性意见时, 理查德不假思索地说, 公司经常要把一些零部件拿到外面去油漆, 这样浪费了成本不说, 每次油漆的质量也不怎么样。 如果公司能成立一个专门的油漆部门, 那么这个问题便能很好地解决。 老板笑着说, 这简直太难了吧, 买设备倒是小事, 但我们去哪儿找那些优秀的油漆工呢? 理查德说, 你面前就有一个。 于是接下来, 理查德说了自己的想法, 以及自己过去的经历。 他还说, 自己想招一些年轻人, 由他亲手培训。 这个想法打动了老板, 于是老板当即决定成立油漆部, 由理查德任经理兼济师。 回家后, 理查德兴冲冲地告诉父亲自己提升了, 听完儿子的话, 老父亲半天没说话, 他当然反对儿子这么做, 但他也知道, 自己是阻止不了儿子的。 事实证明, 理查德是对的, 经过几年的经营, 这个油漆部的工作非常出色, 白宫有些用品都指定在这里加工。 为什么理查德的故事, 在哈佛大学被广为传送? 因为哈佛希望学生们都明白, 一个人只有走自己的路, 坚持自己的想法, 才能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康庄大道。 理查德之所以能摘取成功的果实, 就是因为他能坚持听从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为此, 他能抵挡住来自外界的怀疑和反对, 最终走出了困境。 其实啊,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 若想成功, 就要走自己的路, 你不必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 用心思考, 你会发现, 任何一个成功的故事, 无不来自于一个伟大的想法。 而人活着, 也并不是因为千篇一律而有所价值, 那些伟人都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思想, 并坚持走自己的路的人。 本期听书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这里是爱上听书, 带你听更多好书。